近日,中国驻特利尼达和多巴哥使馆,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馆,中国驻巴西雷西斐总领馆等驻外使领馆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外方官员和嘉宾表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赞赏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并希望继续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 在中国驻特多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特多众议长安妮·赛特·乔治,外交部长布朗等多位内阁部长、议员及各国使节各界友人和华侨华人300余人出席。 方求大使表示,今年也恰逢中特两国建交50周年,中方愿同特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各领域友好交往与合作,共创两国关系更好未来。 特多外长布朗高度评价两国关系进展,强调特方真实特中有益,愿同中方携手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近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来自领区石州的中美国, 各界人士及外国驻纽约领事官员等约400人出席。 总领事黄平在这次中表示,中美双方应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找到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外方嘉宾纷纷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并对中国发展取得的非凡成就表示钦佩,希望两国各界继续加强沟通,增进互信,不断推动美中关系健康发展。 近日,来自巴西东北部各州代表数百人出席了中国驻累西肥总领馆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 总领事蓝和平表示,中巴建交50年来,两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原则。 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提致升级,成为发展中大国携手发展的典范。 迂会嘉宾表示,过去75年,中国的发展模式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样板, 中国倡导的合作共赢,让世界很多国家从中受益。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典范和典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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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范的研亭是典范的典范和典范和典范,国家电视纵观展以黄真火系、同学了新闻、典范和典范和典范 很永运的区别。 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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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很重要。 Señ中 bile。 最深的市场,包含 Worth50a。 整個其他社會非常 inclusiva 我個人是在中國兩次 我曾經有機會 以為中國今天是一種例子 是一種例子的展開發展